在美國,只要是中了大樂透 瞬間就會變成家喻戶曉的明星,令人好生羨慕 但是,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人卻不是這麼幸運 大多都是因為賭博而家庭不寧,甚至妻離子散 好賭是人類的劣根性之一 小賭遺情,大賭傷身 再加上十賭九輸,又是必然的定律 今天這集影片,不妨讓我們從面向的角度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有人總是能夠以小博大發財致富 而什麼樣的面向在命理統計學中,老是縫讀必書倒楣透頂呢? 請各位記得先訂閱珍妮佛小宇宙的頻道 三系開箱美食娛樂時事爆料,應有盡有 經過看過千萬別錯過 縫讀必書面向一 唇薄嘴大眼睛小 嘴巴大能吃四方才 但卻是用在正才上 若是大嘴巴卻薄嘴唇 而且眼睛細小 面部過於凹陷無肉 皮膚坑坑巴巴 說明此人情緒波動大 性格暴怒而且急躁 往往做事沒有定力 城市不足,敗事有餘 做事總想走捷徑,容易受人的慫恿 一碰到賭博就是全憑運氣亂跟風 豈有不輸的道理呢? 而且嘴巴大的人愛炫耀 是會打腫臉充胖子的 這類人賭博中會假裝闊氣 偽裝成輕鬆瀟灑的樣子 輸錢的時候明明是心疼的 但是又拉不下臉來 假裝那一副很不在乎的樣子 最後金錢損失會變多 吃虧的只能是自己而已 逢賭畢書面向二 眉毛短,顴骨高,聲音又破 眉毛短的人暴躁缺乏耐心 加上顴骨高的話 雖然聰明但是虛榮,控制欲強 而且欠缺判斷分析力 拿得起放不下 容易有暴力傾向 若是說話聲音變得又破又響 呃,什麼叫做又破又響呢? 就是不洪亮 而且猶如大分貝的俄公嗓 這種人多半會破財 要去賭博的話 那就是有多少輸多少 輸了還容易找自己親近的家人出氣 家庭關你 賭場裡面有很多這種人 當然賭場最愛的也是這樣的人 來的賭卓不怕你有運氣 只怕你不敢來啊 參加賭局必定破財 所以建議這類的人 要改運還是對賭博 敬而遠之比較好 多把心思放在正財的事業 而且多收斂脾氣 更有利於穩定你們的運勢和服務 逢賭必書面向三 四百眼 四百眼的人是適合腳踏實地過日子的 賭博這種事情 對這類的人來說沒有任何的好處 這類的人一旦遇上了賭博 很容易失去方向 對他們來說 要是可以安安分分地過日子 其實生活狀態並不會差到哪去 但是如果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 想要走捷徑的話 那麼你們的經濟就容易出現問題 逢賭必書面向四 眼角有細紋 眼角有細紋的人運氣很差 這類人靠運氣是成不了大事的 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 這種面向的人最好是不能有任何一點沾到賭的 有些人稍微聰明幸運點 還會知道自己的運氣不好 所以不會拿自己的人生去當賭注 要是傻一點的人被旁邊的豬朋狗友一鼓吹 不但逢賭必書 而且還會牽連家庭 逢賭必書面向五 追子臉下巴肩 下巴肩受扁窄的面向 財產難聚難守 追子臉肩下巴也代表就是沒有庫 無庫存 個人說平民沒有隔夜糧 就是這個意思 在面向學中 追子臉肩下巴正是貧窮面向的明顯特徵 面向中稱下巴為酷 也就是財庫 望聞生意就是聚財之用 像追子一樣的肩下巴 活生生把財產給戳爆了 不聚財自然你就窮困了 這類的人賭運奇差無比 要是跟他同一桌玩俄羅斯輪盤 他壓大你可千萬要壓小 別跟他同一陣線玩 小心書光光啊 逢讀必書面向六 印堂昏暗 雙眼混濁無神彩 人臉部的命功就是印堂 位於雙眉之間 所以此處可看一個人近期的氣韻 特別是財氣 若是印堂亮而透出黃光或是淡粉光 表示身體健康而且氣韻足 財氣隆聚的兆頭 反之如果你的印堂暗而昏沉 不僅近期身心疲勞而且運勢不佳 加上雙眼混濁而沒有身材 混混噩噩總是感覺頭腦不清醒 這要是打麻將啊 你就是善才童子一個啊 封讀必書面向七 梅亂鼻露山根破 山根位於雙眼間與鼻子交匯 形成人面部的財帛宮 管著財路 因此山根不能過低 而且不能有不好的痣或是橫紋 鼻子挺直而且左右鼻翼厚而有肉 鼻頭大有肉 反之如果鼻孔外露像個沖天鼻子 山根的橫紋非常多 而且有不好的痣這些都是財氣泄漏的徵兆 容易破財 如果這種人碰到賭博的話 包准你十讀九輸 小賭耗財大賭就家破了 封讀必書面向八 額頭塌陷 額頭向前突出的人啊 沉穩冷靜不到關鍵時刻不下賭注 而一旦是額頭塌陷的人啊 那麼你就是貪心無止境啊 欲望高漲 這樣的人一旦參與賭博 最後必定請家蕩產 分析出來最終的原因 還是因為貪者必貧啊 逢賭必書面向九 眉毛的間距過寬 眉毛間距過寬的人是不喜歡思考的 賭博這種事情啊 靠的不僅僅是運氣還要靠頭腦 但是這類人以為只要有運氣就可以啦 運氣這種東西啊也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面對生活 這類人害怕辛苦 害怕努力 有投機的心理 不切實際 會想要通過賭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真的很蠢啊 而且到了最後總會發現自己的生活 煩得越來越糟糕了 在影片的尾聲送大家一句老話 向由新生靜隨先轉 一切為先造 你就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你就是神 我們下回見哦 我們下回見